城市建湖堂有一块种植原生地 在美国密西西比沼泽地的陆宇松庭园 经过世代的变迁 茂密的陆宇松成了一座 兼具人文与美丽景致的松园 来到城市松园的游客 第一个对松园里的溪根特别感到兴趣 大家发挥想象力 给这些形态千变万化的溪根 找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陆宇松的话就营造它这种生态的环境 所以让土壤里面的水汽非常充裂 所以它气根长得特别猫咪 所以说我们目前这个陆宇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前达人最漂亮的陆宇松园区 早期建湖堂是一座提供学习的书院 人才辈出史迹悠久 现在有了洛宇松 西根奇景 更能够让充满想象力的后代子孙 可以透过户外教学 了解城市建湖堂的文化与历史 建湖堂文化协会表示 园区的自然生态 虽然是人工营造出来的 但都具有历史典故 像人工湿地上 庇护了台湾近一半的水生植物种类 是教育以及保育团体的活教士 而全台历史最早的陆宇松松园 西根的现象相当的特殊 园区的人工师弟强调庭圆美学营造 让人文与生态景观 成为融合的自然生态环境 雪色新闻 吴玉如 赖志庆 宜兰采访报道